新冠病毒到底会不会借由空气和气溶胶传播 WHO首都坦言确实出现新的研究证据 也一直有在讨论空气传播的可能性 但一切还有讨论空间 其实32国的科学家6号在期刊发表公开信指出 从口末喷出的病毒能在空气中徘徊 吸入的话可能遭受污染 国内医师则认为目前主流意见还是飞沫跟接触传播 但是在特定的环境像是拥挤封闭的场所 的确不能排除空气传播的可能 首都搜口证实有证据显示新冠病毒会借由空气传播 世界卫生组织坦言一直有在讨论传染途径 但还有待更多研究佐证 国内医师则认为在特定环境下 的确无法排除病毒在空气传播的可能性 绝大部分的传染应该还是来自于飞沫跟接触 这个还是目前的主流意见 那在一些情况之下 比如说拥挤的情况之下 人员很多拥挤的环境 你不能完全排除这个可能性 其实32国一共239名专家 6号也才刚在期刊发表公开信指出 从口末喷出的病毒能在空气中漂浮 吸入的话就可能遭受感染 因此期盼WHO能尽快更新防疫指南 医师指出如果病毒真的能透过空气传播 防疫措施就得有所改变 如果有空气传染的话 就是外科口罩就没用了 你就必须戴N925 那社交距离也没用了 1.5公尺也是没有 不能防止这个病毒的传播 因为空气传染可以传10公尺20公尺的 医师表示病毒颗粒如果漂浮在空气中 代表几乎无法防范 患者行动也只能完全待在负压隔离病房 势必对收治量能造成重大冲击 目前相关研究人不够充足 还需要更多临床观察 掌握确切证据 接着陈紫凡的一星台北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